大家好,今天说两个话题吧 一个是关于台湾的一个权动法 这个大家有很多的想法,比较愤怒 第二个呢,分享一下 我在网上适应了一下,测试了一下这个chat 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宝库 如何如何,能帮你怎么怎么样 那我就对他进行一个测试 后面我会把测试的结果告诉你们 那我先把结论告诉你们 就是这个chat带有强烈的浓厚的意识形态在后边 对全世界进行洗脑 这个是我能感觉出来的 他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人工机器人 不是的,他们是用这种方法应该在吸引你的大脑 好,我们先说第一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来自于中时 关于权动法,看看新闻是怎么说 正义扎过,权动法修法 确定喊暂停 行政院长陈建仁 今晚邀请立法院经济财政委员会的民进党立委参序 与会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会后接受媒体联访 对于权动法修法是否确定 战言表示 权动法目前国防部遇到新的状况 也有不必要的误解 暂时会留在国防部 由行政院召集各部会 各种动员计划情况再来审慎言议 陈建仁邀请立法院经济财政委员会的律委参序 郑文灿表示 政院跟党团的沟通是随时在进行的 每个议题都希望可以充分沟通 有共识再往前推 没有共识当然就采取比较稳健的做法 有更细致的设计再往前走 至于是否针对哪个法案做讨论 郑文灿说每个法案都一样 明天审查特别预算 希望温暖的钱可以赶快审 赶快发方便领 会用多元的方式让大家领得到 另外七个部会的计划也是很必要的 希望快速通过 还有辅助劳健保跟台电的亏损 也有助于民生稳定 希望这几个预算都能顺利通过 至于权动法是否战言 郑文灿表示 权动法目前国防部遇到新的状况 也有不必要的误解 暂时会留在国防部 有行政院召集各部会 各种动员计划情况再来审慎演绎 我们说什么是权动法呢 权动法它的名称是这样 它叫做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它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权动法自民国90年11月14日公布实行 曾于103年108年经历两次修正 因现行条文内容 多偏重规定动员准备事项 但就动员实施后 指挥体系及战时征用等规范 先有不足 且经考量区域威胁情势 以及凝聚全民国防概念 共卫家园之必要 国防部启动修法工作 岂能周延相关配套 完备整体动员机制 二由于非常时期 紧急动员作业之成效 有关国家存序 世界各国均强调 平时要能周全整备 战时方能有备无患 先行全动法 第十三条纪规定 各动员准备机关 应对可动用原制人力 物力设施等进行调查 统计及规划 并取得实施演习验证 目的也是为确保战时一计划 动员发挥国力 有效抵御 外敌入侵 全动法技术进入紧急命令状态的 非常时期 法制 则相关依法规定的必要管制措施 至今适用于实施动员时期 绝不会影响或损击人民平时之自由与权益 三 全民防卫动员法治工作 为民主国家面对敌国威胁时 保障国家安全与人民生存的必要措施 国防部于修正草案广告期间 对各方面意见将会纳入参桌研修 再于程序 陈报行政院审查 此处正常之法制作业 好 简单来说 这个所谓权动法 就是之前的有这么一个法 现在重新要修 修一下怎么样的 就是我要准备打仗 就是这么个简单道理 其他那些措辞呢 都觉得无关紧要了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解读的 就是我们要准备打仗 要从法律上 要把这些人力物力资源 把它整合起来 平时要进行训练 一旦共军来了 我们要打 就这个事情 简单来说 没有更多的含义 但是这个事情呢 就引发了台湾岛内的一些愤怒 打仗 谁打呀 不是让年轻人去打吗 年轻人现在真的愿意打仗吗 有一些栏目里边也说了 真正你到马路上去问年轻人 你现在要跟共军打仗吗 他们都是摇头的 这个年代 正常人不希望再有战争了 正常人就希望 我工作 挣钱 生活 生儿 育女 尊老 安幼 把每一天过得开心一些 这个就是正常人 但是 这个世界上呢 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不正常 他们不愿意看到你们老百姓活成这种样子 这样不好 你们要上战场 要给我去杀 给我去打 给我去死 他们在鼓励这个东西 所以蔡贾博士是配合这个政策来制定所有的一切一切 我让你买武器 你买了 我让你修改兵役法 你修了 延长 是吧 对吧 从四个月延长了一年 蔡贾博士延了 蔡贾博士做的一切一切都在配合 为战争开始做准备 所有都是这样 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了和平做准备的 没有 看不出来 所以台湾未来老百姓呢 挺可怜 就是很可能被这些政客牵着鼻子走 最后走到不得不牺牲的那一天 会发生什么 就是今天的乌克兰 很简单 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那一幕发生 但是你现在看到台湾这个政府 他一步一步的就在往那方向走 准备打仗 要打 不打不行 必须打 那块土地呢 本来挺好的 挺美的 人民也挺善良的 到现在我看 已经不是这样了 我们今天在定义台湾 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重新定义台湾 怎么来定义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说法 而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观点就是 我看今天的台湾和十年前和二十年前 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改变了 这个我们以后再保持关注吧 继续跟进一下看看台湾未来社会的发展 走到什么程度 走到什么地步 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分享